不是我掰掉的 是它自己掉的 这咬着咬着就掉一个牙 评论期有没有养过狗狗的小朋友问我 小狗狗到底会不会咬人呢 为了本期证明 我们准备了鸡肉干 还有牛肉粒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从我手里把这个牛肉干给叼走的 漏嘴有点 漏嘴有点漏 见笑了 见笑了 两个都吃两个了 你一起看 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长的手 它是不会咬到手的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短一点的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这个短一点的它会不会咬到我的手 不会 哈哈哈 它会避开你的手 从你手里叼着试的 好 四喜吃完了 我们试一下丸子 我们请到了性格比较文静的丸子来试一下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咬到手呢 首先还是一个比较长的鸡肉干 我们看看小丸子吃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咬到手 咦 怎么了 别动 嘿嘿嘿 不喜欢这个姿势 吃吧 它想叼走 它想叼走自己吃 小丸子吃 好好的 鸡 鸡 这个是不会咬手的 接下来我们用比较小的牛肉粒来试一下 不要说 它现在是因为我拿的比较紧 然后它现在是一点一点小口小口了 咬一点点咬一点点 但它是会避开你的手 它不会去咬你的手 嗯 吃到了 咬手 咬手 咦 舔一口 咦 咦 舔一口 嘿嘿 不咬 不要 咬手 我们来试一下 马上让它特别兴奋的时候 然后把手伸到它嘴里 看它会不会咬人啊 不咬你 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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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事情啊 3 2 1 第一回合没咬 第二回合 但是你在跟它玩的过程 它很容易咬到你 当它咬一下 它不是真的去咬你 它是这样 点卡一下 看不是真的 它是在跟你玩 哈哈哈 哟 他说 другой umes 把手 tab 我嘴硬 不敢要不敢要 肯定是陷阱 哎呀 她也不咬 刺掂也不咬 嗯ー 老婆也不要 小貓陪她也不咬人啦 嗯嗯 我勉人猜 咬不要我手 知道哪里有手的 他故意避开你的手 你看你看 避开你的手 小朋友喂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的手 你看 他不要手 故意避开你的手 你看 你看他好聪明 这样一手在你的位置 你看 这样他就不斜着咬 他就这样 一点一点 好乖 嘴巴就吃湿了 一会就湿了 自己可以来一个挑战 可以一秒不湿嘴吗 待会儿肯定挑战失败 在我们家出现 小狗狗咬手的这种情况 我是这样子处理的 他咬你的手的时候 同时你就掰他的牙 大声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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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自己家狗狗咬人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啦 喜欢四喜和丸子的话记得点关注呦 拜拜 No No 拜拜 点赞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呀 别让我先红杨 拜拜 感谢观看